两人生死与共攀登珠峰 在珠峰顶求了婚 这已经是宇宙间的终极浪漫了 但比终极浪漫更浪漫的 在今天这条视频里 那我想问一下阿泽龙 在这一路上看着他 一步一步的往顶峰去爬的过程当中 肯定有一些地方是被他感动到的吧 不可能 对不可能 他天天骂我 好 给我说一句话 痛证明你还活着 我告诉他我头痛我这儿痛我耐痛 然后有一次印象很深刻的一个是 我在八千海拔我要换袜子 然后要换一个新的袜子嘛 然后你冲顶的时候 那个能就更干爽一些 更舒服一些 我当时那个我的皮和肉 已经那个和袜子连在一起了 就是结痂了 结痂的 是因为磨破了 磨破了嘛 就那个血和肉然后和袜子连在那一起 然后我撕开的时候 好痛 他说痛 这明明还活着 然后他就去吃他的鸡腿了 一颗窃子想想算了吧 盖回去继续爬 然后又爬了四十个小时 其实 然后到下来的时候那个 到下到底的时候 还伸那双袜子就一直没有脱 然后就彻底点上了 就回到那个大鸣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点上了 反正你已经回到了嘛 已经脱不下来了 完全连在一起 都已经沾死掉了 就已经不是说我只是沾点 而是沾死 然后我就说那来吧 后面是怎么把它弄下 就弄一半嘛 弄一半了之后 我就说来吧 啪一下 那把这皮全都死 啊 哇天呐 不然呢 天呐好恐怖啊 这种小细节 这种痛苦啊 在攀腾过程中 是不可避免的 就是 这叫日常 这是日常 但他没有MVO 一句都没有 对哦 直男 因为这里面的痛苦 这只能算是很小的一步 你这种 简简单的 掉个结痂 撕下来 躺一下 听得很难 那不是结痂哦 那是任务 那是任务 这一切很正常的 因为 你看到没有 在整个 整个攀腾过程中的 唯一的 本来的那个死后心情就不好 唯一的任务就是 活着 对 你这个 生命的基础的保障 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那个时候 我对他会真的是很严厉 哦 因为我唯一的任务是 让他活下来 而不是 那种在日常生活中的 关心 秀秀秀恩爱 去那个哄一下 在那种地方是不需要哄的 只能是用高压去 高压去给他力量 不是的 其实很多时候 你还是需要哄的 哄的哄的就泄气了 没有不会 哄的时候会比较开心 就会有力量 对 他老让我上头 要不我心态稍好点 都气死我 女孩子的心里 跟男生我觉得不一样 对女孩子来说 我希望你哄我一下 对吧 哄一下的话 我心情好 我就有力量 不是那种 在那种环境下 只能有皮鞭 不能有那个胡萝卜 你就没有想过 如果你这么骂我 我那个到顶峰 我不答应你 你不会很丢人吧 哈哈哈 世界之丁求过婚 还求不成 哈哈哈 是不是老 然后那时候就应该拒绝了 再来一遍吧 走 因为我到时候拒绝 你又会踹我下去 哈哈哈 不会 反正又没有道德 把我的那个绳子一剪 那个到西拉里就推进去 消失的 那个什么 消失在他 哈哈哈 消失在他 我自己掉下去 那那会成为一个悬案的 不会啊 就我自己掉下去的 你可不要教别人 这种不好的东西 来接着 没事也没有 没有 没有情侣能跟得上去 对回到我刚才那个问题 没有感动啊 啊 没有 他真的一直骂我呀 不做笑 一直骂 真正不是一个很愉快的事情 就像他说的在风顶上 不会有浪漫的感觉 只会感觉我快死了 你快点 哈哈哈 真的呀 真的 很真实的 我就想看看这个世界是不圆的 地球是不圆的 你非得真的叭叭叭的 班杰 开心吗 开心 幸福吗 幸福 我刚刚刚被拔了 被拔了 我要跟你变个魔术 好啊你过来啊 过来过来 在最高的地方 不要摸手很累的哦 你下来哦 要下来哦 好嘞 跟着我走 好嘞 好嘞 唯一的浪漫就是这件事情完成了之后它是一件浪漫的哦 它是一个货之后觉的东西 就是那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这过程是绝对不会有浪漫 只能有痛苦 就去花钱去找罪受的一个过程 然后所谓的浪漫就是两个人共同经历了生死 就要问时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你在常规的社会生活中是已经没有这种感受了 对 在山上 两个人的命就是绑在一起的 因为到最危险的路段的时候我就直接把他身上的安全绳 是扣到我的腰上 我的牛尾是挂他身上的 我要吊下去 他就得死 他就得死 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死得两个人一起 两个人是绑在一起的 对 我的牛尾是挂他身上的 就是生死一共的 所以这个所谓的那种浪漫就是这种结果 就是你们共同经历玩的这一件事 一起死一起活 这是浪漫的 过程中你想想都快死了 上点浪漫去 然后看着他脸又烂了又蓬头垢面 我下来的时候还直播撕皮 什么 晒掉皮了 晒掉皮 眼睫毛都没有了 就是那个睫毛结冰 然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不会把我那个睡袋样给了我 他把我的头往脚的那个睡袋的方向 就没注意头和尾的问题 就没有头和尾 就只是塞进去了而已 然后那个呼吸会有水蒸气 然后就全结在了这一块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睁不开眼睛 眼睛睁不开 我擦我瞎了 没有你只是眼睫毛结冰 那我给你捂捂就好了 然后捂了都没有 应该没有多久 应该可能就几十秒 像阿爸说水煮好了 他就跑了 然后就自己在那哭 然后下来的时候 是指比目主 就一点毛都没有 然后眼睛 还有点不多而已 对就只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有个缝 能透点光 但不多 就这样子 因为两边都沾连 就两边的那个都都是开不了的 就这样子 嗯 但是想想还挺好笑 就是还是有很多非常难忘的 痛苦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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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平常生活体会不到的 你们是18年登顶的珠峰 然后到现在 二三年有过去五年了 这五年你们都在干嘛 玩 这个玩呢也是在创造价值 因为我们热爱户外运动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把这种户外运动的生活方式 带多带给更多的人 尤其是小朋友 好 很多小朋友呢 学业繁重 课外补习班也多 他看到的生活呢 是没有希望的 看到的世界是灰色的 然后我就特别希望能带这些小朋友 去走向大自然 去看到森林 去看到很美的世界 让他觉得知道 原来世界不止只有补习班 还有那么多彩的一面 对生活对未来有所期待 减少他们的抑郁 所以我们这两年呢 主要做了一些 这种青少年的夏令营啊 亲子活动啊 带着他们去走向大自然 学来做了好多的这种 就是女生的团结 企业的团结 但是最有意义的 还是小朋友的一个版本 最有意义的还是小朋友的版本 当然大人跟我们玩的也多 因为其实 很多成年人也是 就是找不到这种美好的一面 我们让他看到大自然 看到这种世界的美好 这种美好呢 对于小朋友来说 我认为是更重要的 因为成年人 还有自我调节能力 小朋友好多人动不动 给你写个遗书 动不动我不想活了 因为他看了 看不到希望 对 所以我带他们玩之后 他们特别喜欢我 能找到自己的一种成就感 成为他们的教练 他们每次见到我都 我们就要自然聊日 挂在我们的身上 那种特别喜欢我们的样子 就很有满足感 有成就感 对 我们自己也在继续攀登 当然 不是说废料攀登更高的雪山 对于我们来说是享受攀登 任何一座雪山 只要让我去 我就很开心 所以各种山我们也在爬 也爬了几十座 爬了几十座 就是那种 就是 五千米六千米不爬高的 休闲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 嗯 加高休闲 对 休闲的登登山 休闲的登山 休闲越野跑 对对对 今天还报了五个马拉松 越野跑的比赛 好 今天从十月二十九号 不报了七个了吗 成都 成都马拉松开始 然后一路一路开跑 到哪一个城市 跑完马拉松 再吃吃当地的美食 逛逛街玩一玩 就是接下来 今天我们的重要的生活内容 所以你后面 就是说后面 从工作上来说 主要就是做一些什么 登山啊 户外线路的领队啊 然后还有就是带 做一些团建 做一些团建 青少年 青少年的培训 亲子活动 就是自然教育这一块 主要就是玩 还是带着人玩 比如带大朋友 还是小朋友我们都在 但是都是去一些比较 特殊我们喜欢的地方 哦 那你们的线路 会挂在网上吗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没有 以后会挂哈 我相信很多人 看了视频之后 肯定想找你们来玩 来吧 我们勤快一下 努力给它写出来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是你们就是已经 登顶过珠峰之后 然后这些年回来 其实都生活都慢慢去平淡了 好 算吗 呃 可以说 对珠峰也挺平淡的 可以说登顶珠峰之后 你会觉得更加更加珍惜平淡的生活 因为 就 就像那首歌啊 朴树那首歌 就平凡之路 平 你只有经历了最最不平凡 再看一切都已平凡 然后你会很享受这种平凡 对于我们来说 去跑跑步 吃车美食 休闲一下 这种生活就很幸福 没有必要 非得是波澜撞破的 当你经历了100度的高温之后 你再回到生活中觉得 一切都是那么顺心顺意 看什么都很舒服 就是会得到一个平常心 对 我们经常都觉得是 平淡的生活 相守才是最难的 你们也有这种感觉 这种相守是最舒服的 是吗 就很舒服 因为重点是一起玩 就两个人 很同频 主要是两个人很同频 三观一致又很同频 就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你捐个屁股 他只要你要拉水就会气 就在一起 就已经非常的舒适的那种状态了 两个人相守 因为我们两个人基本上 24小时在一起 哇 就一直玩 连体应 真的啊 这一波才是偷偷的够量 24小时永远都不会觉得腻 那你们也好多年了在一起 8年 8年 已经过了这个青年之羊 7年 171开始算了 171 1819 2021 2223 7年 挺老师交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是 你们都已经登顶过珠峰了 我感觉就是地球上最有挑战的一件事 你们都已经把它干完了 下个愿望是不是要去火星 没有没有没有 哦 这个还真有 那个 陈薇在造火箭 那个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 我们有个珠峰队友 正在研究中国的火箭 就跟那个马斯克一样 哦 真的 中国的 中国的 超火箭 他们也快了 远的 远的 他说五年内升空 升空离火星远的 好吧 哈哈 万一呢 他们把我俩升空 得了吧 星星就不回来了 头几个火箭 你觉得还回得来的 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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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地平就回来了 我们接下来的就是 又能玩的很多 就是你除了登山什么 骑马啊 航海啊 滑翔啊 潜水啊 腿不够 哦 能玩的 想玩的还是很多的 我们昨天那个 还有一个珠峰队友在这 19年的 19年的 他过来 他也是就是到处去滑雪啊 在日本滑雪啊 或者那个 去跑铁山啊 就全国各地 或者全世界去跑这种 就是 变态铁啊等等 哦 然后他也是 就像 邀请我们去玩 我们都没时间 哦 腿不够 腿不够 时间不够 就是 想玩喜欢玩的太多了 安排不过来 生活还是很豐富 多才 对 就相互抱了哪一些马拉松 能不能抢个民歌 遇到一起 然后还问什么 看到C168 11月的跑不跑 算一下时间 嗯 腿不够算了 好的 非常开心哈 谢谢 你们去灯火星的时候 肯定还会再来采访 哈哈哈 哎我们年底期咸水 可以预一下 哎可以啊 相爱容易相守难 但是他们已经守了7年了 还能每天24小时黏着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是全程实质紧扣 这神仙爱情呀 我这个单身狗真的是流了一滴口水了 有关爱情婚姻我确实也有这样的理想主义 我也希望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伴侣 三观一致 生活合拍 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相互扶持 不是说一定要去登顶珠峰啊 而是说能够一起并肩上山下海 经风立雨去拥抱山川湖海 也能携手居家细数流年 彩米油盐久处不厌 一直到现在我都相信会有这么一个人呢 他只是还没有来到我身边